政治消息 再來關注到九三軍人節 當天副總統賴清德特地到了忠烈慈悼念先烈 只是面對兩岸情勢日益緊張的局勢 賴清德前一天受電視專訪表示 如果他當選總統 兩岸其實不必如此下去 因為臺灣可以幫助中國 繁榮的臺灣有助於中國的進步與穩定 更期盼彼此能夠對等交流 因為兩岸已經是國際化的問題 中古清明九三軍人節 這一天副總統賴清德一早陪頭總統蔡英文 到袁山忠烈慈參加秋季典禮 向革命烈士致意並慰問遺族代表 除了在軍人節感念先烈 賴清德也提出更多兩岸論述 對中國釋出善意 也強調臺灣月考有助於中國更進步 如果中國在我當選之後 他可以理解到 就是說其實兩岸不必如此下去 臺灣是可以幫助中國的人 那我也認為一個繁榮的臺灣 有助於一個進步的中國 一個穩定的中國 有助於一個安全的臺灣 期盼兩岸能對等交流 賴清德保持開放態度 但對於臺灣的主體性 則堅持絕對沒有討價還價的空間 如果硬要逼臺灣放棄主權 他才願意交流 那這個是強人所難 我希望國人能夠清楚瞭解 幾十年 臺海的情勢已經改變了 對 過去也許是兩蔣時許 也許是國共內戰的延續 或者是有相當長的一段時間 好像是臺灣跟中國的問題而已 現在已經國際化了 定調臺灣跟中國不是內戰延續 而是國際化影響到世界的問題 賴清德堅定兩岸或不隸屬的立場 延續蔡英文的路線 讓論述更加清晰 借綜合報導